自主不容干预 不容干预 教育自主 香港一名小学教师制作的教材内容 被香港政府指有计划地散播港独信息 而被取消教师资格 此件引发社会反响 有关聚的团体形容港府的决定 好像香港式的文革 担心学术自由 学生言论自由被影响 一直都是担忧香港政府 北京政府是直接干预香港教育界的状况 这个担忧可能是97年前已经开始了 一直在讲怎样在香港重要的sector 重要的圈子就是在教育界了 因为影响到所有万千学子的成长 就会积极进入香港的教育界 作出干预 一直以来都很少会有 要所谓除牌这件事 通常就是性侵犯 或者很严重的失德行为 而很少会是 应该没试过 是因为言论自由 讨论一个学术 讨论一个教育的议题 一个通识的议题 而引致到会除牌的 对于国方指老师有计划 散播港独信息 在没有认真 所谓有答辩情况之下 现在其实 单方面逐出裁决 我们各界都认为 是为了恐吓学校 老师 管理层 并对这个决定 有多方面的质疑 第一就是 决策过程非常不透明 整个过程是用政治威吓意味 多于对老师的专业能力的判断 并未能具体指出 老师违反了哪一项特定的条例 第二就是这个决策 没有先例可寻 这个判断是由单一的官员做出来的 很容易被揽用 也会影响到将来不同的教育自由 学术自由 学生的言论自由 第三就是 政府一向在具体教育事项 本来就不应该过度介入 今次行为打破常规 是对教师和整个教育界不尊重 和他们的专业能力 有严重的误判 我们认为局方在这个事件里面 是严重的反应过度 如果一个老师 让学生了解一些所谓香港的历史议题 就等于推动某一个议程 这个说法是非常圈强 也都是政府强加于 在这个老师 这个学校的一个看法 我们怎样令到香港的教育 可以得到真的一个言论自由 学术自由 教育自由 就是我们觉得 香港政府不能够以国家安全为借口 限制教学及言论自由 更不应该以这个理由 去惩罚老师和学校的 我们强调作为负责任的教育界代表 特别是以政治挂税 打压教学自由的教育局 应该重新回到正轨 就是尊重人权和教学自由 以培养意见多元的环境 确保学生能参与这些公共讨论 我们对于今次学生的正常学习 和老师正常教学 是被这样扭曲感到十分遗憾 我们呼吁政府回归到教育专业和教育自主 也都希望公众人士 在各方面支持我们优秀的教育工作者 我觉得这个绝对是政治凌鸽一切 香港式的文革 我想所有人都会看得到 讲到老师很有计划地 那我们做老师的一定有计划的 进审堂 所有 lesson plan 一定写完的 一定是盡责的 只不过当中老师 选取了其中一样的教材 就是关于这个香港民族党 做一个其中一点 而去带出香港言论自由的可贵 原来在选材上面 已经有一条很清楚的红线 整把刀这样扎下来 那究竟 是不是全部的选材 都要歌颂我们的祖国 歌颂我们的领导人 才有一些合适的选材 这个绝对是一个黑商作业 关门门 一群人是什么人 你和我都不知道 就说那个老师不合格了 将他牌照取消 为什么现在香港会变成这样 分分钟你们记者在座的 有一天政府关门门 都立刻DQ你 一般来说调查是经过我们 经过所有学校的校 我们所谓叫的SMC 就是校董会 既然校董会都作出了调查 校董会里面的组成是很具代表性的 里面包括了一些业外的人士 包括了校内的家长 学校的旧生 学校的旧生 独立的成员等等 当然也是有办学团体的 其实很具代表性 为什么那间小学的校团会得出来的报告 是说明老师是没有宣扬港独 而去到我们的教育局 可以将那个结果完全180度 一个大转变呢 究竟教育局里面那群是什么人去看这件事呢 校管会的代表性是很高的 我不明白为什么去到教育局会这样 如果不是政治凌鸽一切 不是文革式的批斗是什么 这次一位小学老师是因为被这样的投诉 被除牌 这件是极其严重的事 香港社会绝对绝对不能接受 极度过分 这次完全是一次政治操作 一个政治任务 是一个腐朽腐败的政权 是透过教育的机制 去滲入去到摧毁教育的专业 令到所有的言论自由 校园里面的言论自由 学术自主 完全掃去 这个政治操作非常明显 所以当我们还听到教育局局长杨远洪 还在说这个做法没问题 还在支持这个决定的时候 我想跟杨远洪说 他不再配做我们的局长 我公开请他下台 他绝对杨远洪这三个字 和教育扯在一起 是香港人的蒙羞 他绝对要为这个政治操作 支持这次的决定 不再配做香港人的官员 你 opened就派人的 不再配合 你把这三个字 都不能订用 你把这三个字